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重磅內幕 鄧小平打電話給趙紫陽 這話說說可以 你真做 驚爆 習政勳竟有這樣的主張 鄧小平唯恐天下不亂 習近平只是遭抵制 雄安心區困頓現狀曝光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6月6號 星期二 感謝您的支持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重磅內幕 鄧小平打電話給趙紫陽 這話說說可以 你真做 近日 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秘書鮑同 接受BBC採訪時透露的一段密文被曝光 鮑同說 鄧小平後來接受陳雲跟李先念的意見 把江澤民從上海調來當總書記 他見到江澤民之後講了一句話 過去我們黨有個核心叫毛澤東 毛澤東說了算 毛澤東死了以後 核心是我鄧小平 我說了算 我退下來以後 江澤民是核心 你什麼時候說話說了算 我也就放心了 這說明 鄧小平心目中的體制根本不是十三大決定提到的建立民主政治的起步 而是個人核心體制 是全黨服從一個人的體制 而政治改革也確實是鄧小平提出的 鮑同說 當時鄧小平確實想搞改革 他的終極思想是提高效率 後來講的話也都是提高效率的話 紫陽提出來的是要長治久安 這中間就有一個要用什麼模式實現改革的問題 紫陽套用的是鄧小平自己在1980年8月講的民主制度化 法律化 所以鄧沒法反對 但在1987年7月31日第一個基礎性的政治改革的稿子後 紫陽告訴鄧小平看了稿子 講了一句話 我看可以 但是不要搞三權分立 影子也不能有 理解他的意思是 你講三權 不要忘了 在中國還有一個權比三權更大 叫黨權 只要有了黨權 一切問題都解決 不講黨權 三權就會要分立了 紫陽還跟統戰部長閻明富講過一個問題 他說 我們共產黨並不是在幹部問題上保持全體一致 如果全體一致根本沒有選舉的余地 民主黨派也可以有自己黨族的活動 這話馬上就傳到小平那裡去了 小平立刻派人打電話給紫陽 並說 這個話說說可以 你真做 暴通說 鄧小平心裡想的就是要建立一個黨領導一切的體制 他曾多次講過 三權分立 扯皮 效率低 我們的制度辦事快 決定快 不扯皮 驚爆 習仲勳竟有這樣的主張 鄧小平唯恐天下不亂 暴通是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最得力的助手 上世紀80年代 輔助趙紫陽對中國政治經濟體制改革進行頂層設計 提供重要改革路線圖 也是因1989年六四事件被捕入獄的最高級別中共官員 六四前夕 因其改革姿態和對天安門抗議學生的溫和態度 趙紫陽失去當時中共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的信任 暴通也在1989年5月28日失去自由 1992年3月 中共中央宣布撤銷其中共中央委員職務 開除黨籍 同年7月 暴通因泄露國家機密罪及反革命宣傳煽動罪 被判處有期徒刑7年 1996年刑滿釋放後至今 她居住在北京 住所常年被嚴密監視 電話被監聽 個人活動受到嚴格限制 形同軟禁 六四三十週年前夕 BBC中文對暴通進行電話專訪時說 自己曾在六四十週年時寫過 鄧小平留給後記者最大的歷史遺產就是六四 誰只要平反了六四 誰就得到民心 誰就超過了鄧小平 也超過了毛澤東 就可以得到人民的信任 所以這是最大的歷史遺產 這件事應該是輕而易舉的一做就成功 她還說 自己曾有幸與習主席的父親習仲勳老先生交談過幾次 還贊成習仲勳老先生要保護不同意見的主張 其實保護不同意見這個事情 只是在中國的特殊情況下才會提出 不同意見本身當然會存在 就是有不同意見才開會 才征求意見 再比如說 為什麼要有輿論 就是要有批評與反批評 沒有不同意見 還要批評與反批評幹什麼 所以沒有不同意見等於說沒有腦袋 就是不准人們有腦袋 大家服從就得了 這是不行的 共產黨現在好像有多少條紀律 不准這個 不准那個 習仲勳老先生如果活到現在 他大概不會贊成看齊這種東西 最後他說 當年毛澤東就是怕劉少奇做秘密報告 所以才發動文化大革命 所以同樣 鄧小平也是怕趙紫陽做秘密報告 因此從頂層設計了一個六四事件 唯恐天下不亂的不是學生 是鄧小平 他要亂 才能至少在他在世時 跟出黨內 出賀魯曉夫的可能性 習近平指示遭抵制 雄安新區困頓現狀曝光 目前河北雄安常住人口120萬 為吸引人才進駐 當局發放雄才卡 憑卡可享受教育 醫療 住房等優惠政策 過去幾年 雄安新區的建設時段時序 浪尾一說頻傳 習近平上月10日 不得不帶領一幫包括三名政治局常委在內的高官 趕赴雄安 新北京的香港《星島日報》6月6日報導 該報記者近日前往雄安實地採訪 雖然目睹基礎設施建設取得大進展 一座新城正在拔地而起 但高鐵車廂乘客寥寥 開場通透的站台大廳空蕩冷清 人流席落 車站出兩家餐廳 再無其他商鋪營業 市內的居民安置區 商務中心 市民服務中心等也不見人潮 北京一所待書界高校的老師表示 雄安新建的學校失資和升學率如何 醫院硬件和醫生資質多高 有太多未知數 而他身邊多數中年教師想法一致 更情願留經求婚 在河北保定居住的北京官二代天明近日對大紀元表示 北京的學校只是在雄安設分校 其實老師來不來才是最重要的 只有學校沒有用 據他透露 因為只有拿到雄安卡才能去雄安買房租房 一般人就算在雄安有工作也不行 在雄安落不了戶的 現在基本上往保定落戶 有當地人向前述港媒透露 雄安大規模建設也傳出資金困頓 推進遲緩 其中 投資於300億的雄安高鐵站 雖已開通運營兩年多 因缺少交付資金 四人未通過正式驗收 報導還說 當地一些修建好的道路 據稱同樣未獲驗收 記者坐的出租車按照導航行事 幾次遭遇道路封閉 不得不重新規劃路線 此外 天明對大紀元透露 現在雄安新區住了人的 很多都是屬於回遷房 就是之前征的溶洞片區的地 現在村民住進回遷房 所以顯得尤人住 說實話 外地來住的人基本沒有 阿波羅網首席評論員王篤然點評 《星島日報》被美國政府定為中共的代言人 中共的內鬥是一直沒停過 他作為中共的代言人 來曝光習近平的雄安新區怎麼爛尾 實際上是中共內鬥的一個表現 大概是第一大膽量嘔吵 不敬敬聽 不敬你 怎麼 font這群的熱gus 是佛 самое尊重的膠道 藉ren 感谢观看